一所语言学英文 我们看这一篇 这个一所语言里面智慧很广 所以才会流传千古 The hare and his ears 野兔 兔子 耳朵长长的 Rabbit Rabbit一般是家里面的兔子 小白兔 和他的两只耳朵 一个加S 我们先念一下 The lion's been barely heard by the horns of goat which it was eating It is very angry to think that any animal that it chews for meal should be so pleasant as to wear such dangerous things it's horns to scratch and what he ate So he command that all animals with horns should leave his demands within 24 hours To command the strike terror amind the beasts of the who was so unfortunate as to have horns began to pick up and move out even the hare who as you know has no horns and nothing to fear past the very restless night dreaming awful dreams about the fearful lamb and we came out of the one and early morning sunshine and there saw the shuttle cans by his lawn and pointed ears a terrible fright to see goodbye nebukirga i'm off you will suddenly make out the my ears and horns or horns no matter what i say do not give the enemies the slightest reason to attack your reputation your enemies will seize and excuse to attack you ludzi to attack the t rou 兔子跟他的耳朵 这是什么故事呢? 有一头的狮子受众伤 为什么被一个山羊的脚 可能是被山羊的脚抵触到 我们说用脚抵触就是撞到 他的脚撞到刺伤了 witch就代表这个good 本来用who 可witch也可以 你可以不把动物当成人 应该用本来用who 人的话用who 但witch 他正在吃山羊的时候 被他山羊叫刺伤了 他非常生气 他想 任何的动物 他选择要吃 吃晚餐吃午餐 I should be so present 就是怎么会都有the present 这个是不好意思 不然是黄瞳的意思 也可以是后颜无耻 但还有一些很坚硬的 就是也是可以说很难搞 就是奇怪 我每次吃动物的时候 这有脚的 脚怎么那么硬 这又不是什么后颜无耻 有人翻在后颜无耻 甚至要翻在黄瞳 脚这么硬 外就穿跟带 头上是带 蚁身要穿 头上长危险的脚 scratch 摩擦 吃东西的时候会摩擦到它 会吃到它 所以他command 就命令 命令所有的动物 只要长脚的动物 不要离开domain 就是一个范围 domain 范围 像我们现在讲 个人家设网站 它的网域叫domain 或者一些王国 什么国家 君主的领土 domain 就是一个区域 比较可以控制的一个区域 就二十小时离境 离开这个国境 因为狮子嘛 森林之王嘛 这个命令和command 也可以当动物 也可以给它名字 这个命令 strike 就激起了 引起了一阵的恐慌 他的strike 延续道指 strike HT-R-I-K 这意思好多 我来得讲 你自己查字点 意思很多 在所有的动物里面 这个 引起了一阵恐慌 所有长脚的 不幸 不幸长脚的 都开始pack up 我们都打包 本来意思把一些东西聚集在一起 后来又慢慢变成打包嘛 就把你说的要带走东西聚集在一起的意思 本来不是打包 聚集在一起 move out 离开了 out就往外面 moving就搬进来 所以这个 像out跟in 一般是接起词 可是放在动词后面就变复词 我们叫接复词 有时候都可以 同时又是接起词 又是复词 即使是兔子 你看他这边用who 不连贯 所以有时候这个 当然不是一所写的 一所也不懂英文 就是有时候外国人写 你看各位用which 你看这个不连贯 然后这个hair又用who 这很奇怪 所以有一个观念 外国人当然基本上 英文没问题 他又写这个 他英文更没问题 但是 不清楚老外写就一定对 或者用法很连贯 有时候当然是无心是果 或者他觉得两个都可以 类似的 但是 像我们中国人嘛 外国人说 中文你讲的英文 中文一定对 不一定啊 我们中文 不管大陆人 台湾人哪里 香港人 新加坡人 有时候讲中文 有时候也会讲 LATSA 台湾叫LATSA 掉漆啊 也会讲不对啊 也可能盲中有错讲错 所以我们不要说 外国写的一定对啊 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这样 不是金毛十王 当然英文是没有问题 当然是英国跟美国啦 你说比利时啊 法国 意大利 也是金毛十王 他英文搞不好 根本不会讲 不一定啊 老外有时候也会写错的时候 有时候无形之错 有时候他真的认知啊 有时候我跟老外讲一些单子 他真的不知道 不能怪他 有时候我故意用一些比较深的单子 他真的不知道啊 但是英文程度好 比如在旁边另外一个 什么 人家讲的对哦 我知道 这个字他用的对 但是你不知道啊 就像中文 我们讲四个字成语 搞不好有些反复走出 他也不知道啊 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 你知道了 这个图子啊 他根本没有脚啊 那就没有什么好怕 不必离境啊 但是 他就是悲公舍仪 还是怕怕的 就是度过了一个非常不安的 休息 另外一个 引申出来就是 你要休息嘛 一定要 一定要心情轻松 才睡得着觉嘛 担心受怕不好睡嘛 就是睡了一个 加LESN就是负面的意思 就睡不好 晚上睡不好 你在做梦啊 做了一些offer 就很可怕 很可怕的梦啊 有关于这个狮子啊 这可怕的狮子 在悲公舍仪啊 自己吓自己啊 然后他离开了啊 And when 当他离开 这当然应该睡起来了 清晨的起床的时候 离开了Warrant 这个字比较冷皮 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兔子房子啊 兔子房子也听不懂啊 兔子怎么房子 养兔场 他的养兔场 反正这边也没有什么养兔场嘛 就是说他的家 应该兔子的家叫Warrant 这个字蓝皮一点 在一大早啊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他就离家出走了 不是离家出 就是搬走了 然后他看到了他的影子啊 Shadow的影子啊 Cast Cast就是光线投入啊 眼神投入也可以用Cast 当然Cast 这个字很复杂 很多意思 看到这个 他的长长的尖尖的耳朵的影子 然后他心生恐惧啊 Fly就是怕 C就是 本来是抓住啊 就是一阵莫名的恐惧感啊 洗上心头啊 Goodbye 就是邻居啊 他的邻居是蟋蟋 领居啊 拜拜 我走了 我搬走了 你靠 也可以 也可以 叫人名字啊 也可以是打个电话 看上下文 他就对洗澡 哎 洗澡邻居 我要搬家了 我就离开啊 会中断 或者没有 不上班啊 意思是多得不得了 我要离开了 搬家了 一位身为 make out he 这边狮子 Lying 外寿之王 狮子 他一定会啊 make out 做什么事情啊 会把我的耳朵啊 当成这个脚啊 然后找我麻烦啊 不管我怎么说 他就是因为怕 被公私而已啊 然后他真正的意思 这边都写啊 这边都是 Do not give any 不要给你的敌人啊 一个最轻微的原因 去攻击你的谜语 reputation 谜语 你的敌人会seize you seize any cause 会夺取 会拿任何的借口来攻击你 什么意思啊 就说你不要烙人画饼啊 瓜田 李下 瓜田 李下嘛 就 瓜田是要不要整官啊 什么不要弯腰什么东西 不然人家以为你要摘那个 摘瓜什么东西啊 就是在里子下面啊 你不要 你不要去说帽子歪掉 因为这个里子在树上嘛 人家以为是 你要去整理一下帽子啊 把它扶着 可是手往上嘛 因为你要去拆栗子 那个瓜田啊 你不要去细鞋带 因为瓜在下面嘛 人家以为要偷瓜啊 这个意思 不要跟人家画饼 所以说 或者孔子讲 君子不立为强之下 就是趋吉避凶啊 我们就讲这种趋吉避凶啊 或者不要烙人口实啊 就是说你的敌人 他会想方设法 找你麻烦 不要说是你真的做错什么事 哪怕你有一个小问题啊 小事情小失误 他都会把无限的扩大 啊 台湾现在这个蓝绿之争 也是有这种问题啊 就是 我这个人 做错听到的声音 我看不到 看不到 啊 这个对方啊 一点芝麻小挫折 哦 高倍的放大劲 无限的放大 所以台湾现在糟糕了 完蛋了 斗得太凶了 所以当然这句话就说 你不要给敌人的口实啊 就是 反正小心为上 这个意思啊 这期讲是